作曲 李 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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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個停不下來的人 所以平時不拍劇 我都一直有工作 有工作在做 這段時間我又做了黎萊爾的嘉賓 又做了洪永成的嘉賓 一直都有讀書學習 想挑戰自己 所以就參加這個節目 這次的節目 你平時有沒有配音在家裡玩 當然沒有 其實我配音裡面 我曾經有個陰影 就是以前天生哥在我十幾年前 我想那時候都沒有什麼作品 很新的時候他找過我配幾場戲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講 然後我配音之後 我發現原來配音是很難 而且我配完之後我很氣餒 我覺得自己做得很差 NG很多次也都 然後我越NG我越沒有聲 我那時候的經驗很氣餒 即是今次的身份不同了 然後突然間用主持的身份去做 發現原來節目的流程是這樣的 因為我上次做參賽者的時候 我永遠就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在練習中 有空就算在等位置 我也是找個角落就算 於是今次重新要熟習一下流程 還有原來這個位置會叫評判點評 我都覺得有這樣的東西嗎 就是發現過節目原來是很多東西的 是啊 原來不單止自己的表演 因為上一輯的時候太專注了在自己的練習 但輕鬆反而都爆了瘡 但是積事輕鬆了 作為主持仍然會有些負擔 因為今次和長師兄兩個 要負責整個節目的流程 所以多了一日記